染血或是國家隊這邊 需要你出來幫忙的話 你會有這個意願嗎 我覺得當然有這個機會的話 我很願意去貢獻自己綿薄之力 可是像這樣一個為中華隊做事 絕對不是一個人而已 而是每一個人都不能置身事外 PLG副會長陳建舟說的話 小飛人劉真聽到了嗎 日前劉真才在IG限鬥回顧2019年黑人喊出的口號 自己的籃球自己救 全是因為這場比賽 今年二月底亞洲杯資格賽 中華隊不只輸給菲律賓還慘數53分 創下21年來國際賽最慘的紀錄 當然這衝擊是我覺得是巨大的 不懂的人就會覺得 你台灣籃球怎麼這樣 這麼弱我們要支持嗎 或者是有一些贊助商比較不了解的情況下 那這些贊助商就是會先觀望 劉真自己身在其中的話 就知道這個難度 絕對不是單單一個單位 可以好像說的算 那一定要是大家一起同力配合 而且是有計畫性 因為這個從主訓賽 每一個環節都是環環相扣的 在主訓團隊當中 你就讓每個球隊都派一個代表 那這個代表要非常專業 他專業領域可能是在教練 可能是對球員的熟悉 甚至他在醫療防護 因為怕球員受傷嘛 那你就派你自己最專業的房屋一起參與 那你在這組的過程 你就會知道 欸選手的狀態怎麼樣 尤其那個意願 就是你願意為中華隊盡力的這顆心 然後在選的時候 這些都可以優先處理 我覺得還是要有一個主軸 就是你要把12個 你內心覺得可以打硬仗的12人 我覺得核心球員要先訂好 不要每年都換 我覺得相對關鍵的就是 瓊子杯的你主訓 那你當然過去有中華懶 還有中華白 那是不是有機會 來一個中華P 中華T 把這個人才庫 變成50名球員 在這四支球隊當中 你可以挑 那當然主軸還是中華籃 中華籃的時候 欸在打 萬一有受傷了 有狀況了 或是他意願真的 對馬上拉 除了組隊 訓練尤其重要 今年亞洲杯賽前 因職業母隊不放人 導致中華隊距離比賽一個禮拜 只有六七個人在練球 讓隊長劉真心寒在臉書痛罵 以前既不如人回來再多練 現在是連前面準備都不足 別人已經在事件賽場上 準備大幹一場了 我們還在MAMA ZACO 針對這點陳建州也提出建議 我認為啦 這也可以溝通清楚 就是如果你在前置作業 你都讓這些球團的代表都參與 那你早一點把名單出來 那我們在排賽程的時候 我們不用停賽沒關係 可是我們夢想家的賽程 我們前後全部可以調下 調開挪開 然後讓別的球隊先打 像我們聯盟就是很多外交 那他們也很關心中華隊 那這些外交可以當 我覺得就是智囊團一樣 consultant 那在這個 組建的過程接下來要訓 訓練的過程 這些外交就派得上用場 要打紐西蘭 要打菲律賓 要打香港 那這些都可以讓外交說 我們希望未來 你能不能幫助中華隊 就是你的球隊變拔子隊 紐西蘭的打法 你可以被模擬 去讓中華隊 可以在訓這件事情上面 得到更多的幫助 那在這賽的過程 我覺得要醞釀一個氣氛 榮譽感 責任心 使命感 這些都沒有錯 可是在這個世代 你必須要時間去堆疊 我們要堆疊出那個榮譽心 使命感 為這片土地去fight 那這是 就像搭台的人的責任 主訓賽 這個是絕對是要用 很專業的思考去思維 所以這個需要公私化 然後你要把中華隊 當成一個brand 把它當成一個商品 那我們賺到的費用 全部回饋到球員身上 教練身上 你看到球迷是有這個情緒的時候 我就要很直接的去面對 那要給他們一個曙光 給他們一個盼望 說你是有想要變好的 你想要證明我們沒那麼差的 你要想要證明 我們不只是在16名之外 那在球場上聊久了 自然而然 很多事情就是水到渠成 你讓大家都參與 那我們要的就是這樣 組起來 然後到最後 比方說我們到11月 如果是這樣 剛想的這幻想的籃圖 是這樣的話 自然而然就不會太差 我們是要找回台灣籃球的驕傲 我們會有 County 我們會從訓練 我們會隨便